這裡面最重要的板塊當然是AI板塊 那剛剛你特別談到 你的村長是選NVIDIA 他今天上了重要媒體的頭版頭 所以來NVIDIA的財報你怎麼看 好 其實不是我壓NVIDIA 所有華爾街的分析師全部壓NVIDIA 你看到他們調查 華爾街最重要的36位分析師 他們對NVIDIA的rating全部strong buy 就是說整個rating是強烈建議買進 買進回答 那我看到賣出建議的零 然後holding就是說持有建議的只有三個 其他33個全部是buy 就是說統計下來是strong buy 就是強力買進就對了 強力買進 那目標價rating是多少呢 rating下面的目標價 未來12個月 最高看到200 現在還不到130嘛 對不對 200你可以看到 平均看到149.89 149.89 150那也創歷史新高 也創歷史新高 那現在這個今年最高價6月多的時候140啊 那我們再來看其他的部分 那至於說現行結構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呢 離頭部區這個6月的高點差不太多了 如果呢 明天利多公布股價跳空一個上去 搞不好突破新高啊 搞不好突破新高啊 所以輝達會帶動整個AI股可能會再有一波浪潮 那財報要關注哪些重點呢 對財報要關注什麼重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第二季的財報 還有最關鍵第三季的財測 第二季的營收 第三季的財測 那我們先來看到第二季的財報一定沒有問題的 現在目前一般市場給0.65的EPS 成長139% 營收給到287億 成長113% 哇那個你知道高盛給到多少 高盛給到297億 有給到300的 對給到300嘛 就是上標到300 那另外重點在第二季的資料中心的營收 Data Center是重點 那Data Center預估是240億 他第一季是226億 所以呢 第二季也會再成長142% 第三季Data Center 277億 再成長91% 所以你可以發現 哇 輝達的重中之重在Data Center 這絕對不能Miss 這兩個絕對不能Miss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輝達財報的挑戰呢 除了他所公布出來的數字之外呢 當然他對未來的展望很重要 他怎麼做猜測 好 猜測的部分呢 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所以一般市場認為 我們看到上一頁 上一頁的部分 導播跳到這一頁 你可以看到在營收的部分 市場給出來的 他的這個第三季的營收呢 在這邊316億 第三季 第三季 要到316億 然後呢 全年營收到1200億 明年的重點 各位看到明年的這個營收 要到這個1680億 全年 等於說一季要到400億 那阿冠一季400億 今年一季已經接近300億了 對不對 400億美元 300億美元 還要再成長100億 所以現在回答的真正問題 就是說 他的機器已經這麼高了 他的成長力道一定會趨緩 那這趨緩到底會緩到什麼程度 就是市場關注的方向 不過回到股價來看 回到股價來看 他還是很厲害 今年漲了150% 你可以看到 他的對手 MD今年只有漲2%多 然後呢 Intel甚至跌50% 所以你壓 回答有沒有錯 沒有錯啊 因為人家漲150% 你要去壓MD嗎 你要去壓這個Intel嗎 Intel跌50% 好 那過去啊 兩次發表財報啊 你看到回答的股價 全部跳漲 全部跳漲 全部都是往上噴 往上噴 而且他前面都已經先拉囉 你不要說 因為前面沒拉 他不是 他前面你都已經先拉 他前面先拉 公布財報之後 還是利多反應 對 這是過去的經驗 所以我的 我的看法是 明天早上公布出來的財報 應該是亮眼的 猜測也不會差 因為黃仁軍不會拿的時候 扎自己的腳 但股價是不是真的能反映 像上次兩次 這麼亮眼 那就另外一回事 另外當然就是大家 在看他的Hot Chip 對 Hot Chip 2024年 回答就告訴你 你不要小看我 我告訴你 我不是只有一個 那個GPU而已 我是所有的晶片 重擊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他講什麼 我有GPU 我有CPU 我有DPU 然後呢 我有這個 網路界面卡 我還有Switch 然後我還有Spectrum的 以太網路交換器 我還有Quanta的 Infinite Band的交換器 他說我這個 這個GB200 NVLink 是所有東西集中在一起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的一台 然後呢 他是說我是用 機櫃的方式來呈現 這個我們最厲害的 要讓所有的大型語言 程式模型 可以加速你的運算 然後呢 降低你的延遲 最重要是產生 那個Token 那個Token產生了 非常多的一個情況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呢 這個下一個就是呢 這個NVLink 最重要的 還是散熱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散熱的問題呢 在這一次突然出現了一家公司 叫做SMC Sustainable Metal Cloud 這家公司呢 說他新加坡跟澳洲營運 營運下去呢 說他現在有一個所謂的 可持續AI工廠 關於你看到這個 這個Hypercube 這個持續的可營運工廠 說可以降低資料中心50% 那同時呢 他的安裝成本 也低於市面 一人同行的28% 哇 那這個Hypercube 就變成是 新技術 揮答最重要 未來可能依賴的夥伴 新技術 新技術 那在這一次 你剛剛所講的 那個Hot Chip 2024年 他也展示了 這個所謂的 他的一人技術 他說我這個一人技術 不但有一人 還有氣冷 還有混合的 反正呢 因為未來的這個熱能 太重要 要去降溫 要去散熱 所以就全部要靠 這些一人的技術 所以一人 還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散熱 散熱族群 還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那至於說 我們講說 那個Hypercube 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他的這個照片 他說這是before 這是after 你可以看到after 哇 所有的伺服器 全部沈浸在 沉浸在 這個所謂的 一種油裡面 它這種油 叫做什麼 叫做這個 什麼Alpha 吸進的一種油 你知道嗎 巨Alpha 吸進油 全部把伺服器 沉浸在這裡 沉在那個油裡頭 對 沉在那個裡面 去散熱 所以他說 我才可以降低 這個運算成本 50% 但問題是什麼 台灣是不是 這個散熱的公司 非常的多 是 雙紅其紅 對 那他們會不會受到 這些外來競爭者 甚至台達電的 激起直追 就是一個關鍵 所以大家關注什麼 毛利率 毛利率到底 有沒有降下去 你可以看到像 這個雙紅的毛利還不錯 那最新一季到28% 28% 對 從24%到28% 齊紅就有點不行了 齊紅22到23 對 齊紅就只有22到23 它就增加一個百分點 所以齊紅的毛利 要緊盯 我覺得因為現在目前的競爭者太多了 包括台達電這些公司進來 那既然你談到了個股 我想聽聽你的選股方向 好 那選股的方向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幾個重點 剛剛談到了9月9號的 這個蘋果的心機 對不對 那另外呢 就是國際半導體展 9月4號到6號要登場 那在這一次半導體展裡面 你上他的網站 他有很多論壇 他其中有一個很重要論壇 叫一直整合論壇 另外一個論壇 叫西光子論壇 這幾個論壇 會帶出相關的概念股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像聯軍 像信勳KY 像是這個波洛威 這幾當 這個所謂的西光子的概念 最近股價都 所以你看好半導體展的 相關個股 對 然後另外呢 剛剛講到蘋果 蘋果當然就看滑通 因為滑通今天很強 那個iPhone16的訂單 他拿了更多了嘛 所以滑通今天 義軍突起拉上季線 還有呢 不在台積電要進入到 所謂的這個面板級的 三出型封裝嗎 你看到有威科 你看到新科 這兩檔 他們其實呈現了一個角度 還是一個多方態勢 所以大概還是在集中在 台積電相關的概念 以及呢 就是未來台積電要發展的 高階封裝相關的概念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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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